HELLO 大家好 我是洛洛卡 今天呢 又在新加坡 就是第一間電玩店介紹完之後呢 其實老闆跟那個旁邊的店員 他們都有跟我介紹的 這邊一間很特別的電玩店 這間電玩店呢 特別在哪 特別在老物非常的多 而且整棟賣場下來 好像都是賣一些3C用品的 就只有他一家賣電玩店 特色應該是很強烈 所以呢 我決定就直接搭車 過來去那邊看看 順便跟大家分享這一間 新加坡在地人介紹的特別電玩店啊 車子來啦 HELLO HELLO 新加坡 蛤? 新加坡 YEAH 我覺得他們介紹的是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自己在Google map 上面找 是沒有看到這一間 尤其他前面跳的一些像 Toy and Game 還是 Toy or Game 還有像 Game Mart 這些其實都是比較容易找得到的 但當地人介紹的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不好找到 或者說是我沒找到 然後也很值得來跟大家分享的 好期待喔 真的超期待 這台車車還有墊這個好舒服的墊子 好特別喔 你剛喝那杯飲料好喝嗎? 還不錯 不會很甜 就很像美露齁? 對 應該就是美露冰沙了 應該就是美露冰沙 其實這邊真的超級多美露耶 我在販賣機也看到 然後那個餐廳飯店的 好像都有美露的飲料 對 好 小朋友超喜歡 妹妹就是看到就很想喝了 從這邊過去啊 差不多要15分鐘的時間 那這15分鐘啦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沒有按下小鈴鐺的 IG也可以隨便去追蹤一下 還有今天 喵喵生日快樂 耶 還要訂閱羅卡宇喵喵喵 我今天帶他來逛電玩店 真的是很特別的行程吧 哈哈哈哈 現在來的這邊呢 叫做Simonim Square 這邊有可以換錢的地方耶 下面也有新台幣 可以在這邊換新加坡幣吧 這邊現在走進來看 其實也是一些賣筆電啊 手機啊 跟一些音響的地方 很像光滑上場那種感覺 但是他們好像也蠻著重在做二手的部分 算是蠻空的一個賣場 我們要去的店面應該是在四樓 所以我們就直接 往目的地衝一下 跟光滑上場的感覺真的超級像的 不過我還沒看到 我要去的店面 得找一下的感覺 老婆丹在後面陪我逛街 好特別喔 我四走比較快一點 希望可以趕快看到 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就是這一間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 這一間的話都是賣一些很懷舊的遊戲 哇從門口這樣看就知道了 各式各樣的game and watch 還有這種可以蓋的 哇 這PSP好特別喔 各式各樣的耶 真的是 男人的天堂啊 哇塞 這怎麼還有活應人承的版本是不是 這好多 好不一樣的東西喔 而且你看 他在拍我我在拍他 哈囉 哈囉 羅卡 羅卡你怎麼在那邊 好酷喔 這個我看到有一個叫解析的電玩店店長有在玩這個東西 下面也有很多寶可夢的遊戲 3DS的 救主機耶 哇 這個 天啊這太酷了 有一點激動 可能是因為當地人真的介紹這個還蠻特別的 所以過來這樣看啊 真的 可能是有點年紀了吧 所以才會有點激動 我相信應該是 你看還有超人版本的快達旋風2耶 越南大戰 哇塞 這真的是太多特別的東西了 哇 這個應該很多人玩過吧 這個小時候就真的是我在看別人玩的版本了 GAMBOY的 各個顏色的 寶可夢版本 不得神奇寶貝 這個Style叫神奇寶貝 然後剛進來這邊啊 就看到一些 不同 GAMBOY 它的顏色怎麼這麼特別 這是GAMBOY吧 好像不是 還有女兒庫巴最愛的卡幣耶 對喔 好可愛喔 好險他沒有跟來看到 對 他看到就想要買 下面的各式的GAMEN WATCH 不過這個GAMEN WATCH的價格來說的話 換算起來 一台應該都要個 3000塊以上 哇這個價格應該是比較高的 你看比較特別的還有大力水手耶 後面還有Snooby的版本 大金剛的版本 這真的是各個年代 如果你想收集的 來這邊真的都可以找到 而且你看它不同的年代 可能也跟它的 整台主機的狀況不一樣 你看有200多塊新幣的 有100多塊的 還有一台88塊的 整個價格都不一樣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台 比較貴的應該是228.9 哇這個 真的是非常有歷史 下面這裡啊 還有一些摺疊式的 大金剛 米奇跟擋老鴨 哇這真的太特別了啊 哇各個時代車都有 再更下來 哇賽這個 卡斯優的耶 這個真的都是一些很典藏的東西啊 旁邊這裡 馬利歐跟路歐有 這後面還有一台Gamer Watch 馬利歐兄弟 這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版本了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超漂亮的 超可愛 這邊呢也有一些遊戲的部分 GTA的 然後下來這裡啊 哎呀 Switch的 Switch的旁邊呢 也一個通常加印的 Sega Saturn 這裡有個炸彈槽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3D版本 其實當時就很喜歡那一款遊戲 上面啊也有一些方向盤 然後還有SUTTON的周邊 其實在SUTTON那個時代 我是一個窮學生 這種東西對我來講 真的都是夢幻異品 上面超級多的 各式各樣的周邊 然後這個店是CRD的 哇 這是混斗螺吧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AB是不是 哇賽 這是混斗螺耶 旁邊還有 這應該是超韌版本的 馬利歐賽車 超韌主機 泛黃的 好漂亮喔 這個式的主機 有一些PC Engine 這個我自己就真的沒看過實體了 然後DC主機 這台DC其實也是泛黃 泛黃的還蠻嚴重的 Near Joe 這個 這個是怎樣 卡架嗎 這台主機老實說我自己也真的沒看過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還可以插記憶卡 這應該是插手把 可以調聲音接耳機 然後電源 其實它整個大小很大 你看我的手 它這個整個很大 它這是 這是卡架嗎 還是什麼 怎麼這麼大一個 旁邊這裡的話是 Mega Drive 哇 這個 這個電視跟我的手長差不多 目測起來 應該跟 大家看可能會閃 這個目測起來其實跟Switch的掌機的大小差不多 下面這裡還有 Gamecube PS1 其實跟日本的規格很像 Wii主機 這樣子看過去啊 其實都是非常懷舊的 這邊還有WiiiWi 不知道版本是什麼版的 然後超韌 紅白機 偷偷看看有沒有重量啊 哎唷 它是有重量 裡面應該是有主機的 天啊 啊這邊這邊這邊 沙登 哇 這個是真的當年超愛的一台主機 因為那時候在國中啊 就是沙登跟PS 都去朋友家玩 真的覺得超好玩的 裡面有很多遊戲都很經典 像機器人大戰F啦 或者是像剛才所講的 轟炸超人3D的那個版本 這個真的都 超級棒的唯一 PS一代 這個手把 好大一顆喔 後面還有長PS2 這邊還有 這應該是螢幕吧 對啊 TV AV GAM 是不是 好特別耶 而且它是蘋果綠的顏色 超可愛的 這邊它有 Xbox360 還有這個真的 這是什麼 MaxOnLive StarHub 這是什麼東西啊 好特別喔 我真的沒有看過 然後這邊也有 街機的版本耶 這是什麼的街機啊 我真的覺得來這邊可以看到超多的 PS3的特色級版本吧 還是同捆機 這個 真的 各式不同的 都有耶 上面有N64的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 好多喔 真的超多的 我真的覺得 自己的電玩之力太淺了 這邊很多東西啊 都沒有看過 這個 超級 超級難得 可以見到這樣子的遊戲啊 是不是 PS2 還有沙騰 這沙騰 好黃喔 真的好黃 這沙騰兩邊都超黃的 中間這一塊 是不是因為沒有擋到 應該是說 陽光被擋到 所以這一塊 保留白白的 它的手把 也是都很黃的 這裡跟我當時去秋葉原 逛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有一點像 不過因為這邊呢 它是在新加坡嘛 所以你看一些中華的風格 還是會有點不同 可是它豐富程度 真的還是有的 它整個遊戲是多到 多大爆炸你知道嗎 也有裸裝的 然後主機也是這樣子 擺整櫃滿滿的 各種年代 各種年份 各種不同的改版 各種的型態的主機 我也是看到 不是說在台灣呢 是真的 找到的就是 就是 該怎麼講 就是在台灣我們可能 只有找到一台兩台 就覺得很興奮 能夠找到五台四台 差不多的型號 就是從那幾台去挑 可是在這邊找啊 是超級多的耶 而且你各式的 舊主機 真的都可以看得到耶 超誇張的 你看它這邊啊 這應該是 GBA的吧 超多的 真的超多的耶 而且是整個 這樣子收納起來 對啊 你看 這個就是在日本 才會看到 一片的話 6.9 換算新台幣的話 差不多是在 100 100 多多少 150 差不多150 622 加一塊 差不多 150 左右啦 這樣一片差不多150 其實價格來說 我覺得還算 應該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 真的不好找的 但是還有遊戲王耶 哇 遊戲王的卡夾 這個的話就是 PSP的啦 這個PSP的 因為我有買過 兩片它的原版的 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時候 對我來講很神奇 因為它既然不是卡夾 也不是光碟 光碟是藏在裡面 就是你拿不出來的 它就是這樣子 直接放進去賭 很特別 我那時候買 三國無雙跟 10塊是200 嗯 這樣子10塊的話 對200 200 但是它應該每一款都不一樣 你看它遊戲其實蠻多種的 3.9塊的 對 它依照遊戲不同 會有不同價格 這個是不是轟炸超人 不是野球 實況野球 哇 這個也是2010年耶 你看有年代吧 超級有年代的 12年 對 哇 真的是 真的是 回憶滿滿 你看它這個 就是從這邊讀啊 它這片是沒有包裝 它這個是從這邊讀 然後你插進去的時候 就是把它蓋起來的時候 光碟是藏在裡面的 一個很特別的儲存媒體 其實我覺得Sony很喜歡搞這種 新的儲存媒體 那任天堂好像也是 好多 然後下面還有 這就是傳統的Game Boy 了 Game Boy的要多少呢 8.9塊 所以差不多18 差不多200塊有找 然後這我看到哈德森的圖案 是不是 不是哈德森嗎 是萬代 然後我看到蜜蜂 就把它想到哈德森 然後遊戲王 其實我這個就真的也是玩過幾片 比較經典的 Mario Land啊 什麼的 或者是轟炸超人 這裡也有耶 哇 真的是很有意思 這個的話 一片要13.9 所以換算成台幣的話 大概是300多塊錢 N64的卡架耶 這一種的呢 差不多也都是百元啦 幾乎也都是百元 麻雀 這是什麼 磁片是不是 這個 哇 任天堂的耶 最能磁碟機 磁碟片是正常的嗎 老闆剛才跑出來跟我們講 這一種遊戲啊 是給他用的 其實呢 就是有點類似磁片 但是又不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是 當初阿夏浦幫任天堂做的主機 可以玩卡架 也可以玩這種磁片的 去日本的話可能有看過 但我沒有注意他 另外啊 如果說你是接紅白機的話 他其實也有另外一個 在上面是叫Disc System 可以讀取這樣子的片子 真的很特別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夏浦以前還有 跟電視合體的遊戲機啦 那個時代的遊戲 真的是 讓我現在有點難以想像 畢竟那時候我真的是一個 超級無敵小臂孩 算了我還沒出生也可以啦 所以對這樣子的遊戲啊 是比較沒有影響的 可是這邊老闆其實他 看起來是 智力非常深 所以他對於一些遊戲 好像我看到 阿塔利 哇靠 這個遊戲真的太久了吧 太久的主機啊 你看到這邊他其實還有 蠻多這樣子的遊戲 超級多可以選擇的 而且真的以台灣來講 我們看到這種磁片有沒有 有時候會想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版本 一些非常特別 特別到可能錢不用花太多 就玩得到版本 這邊有用袋子包的 其實他上面也是有Nintendo 上面有Nintendo 然後 你握起來整面齒面 很有立體感耶 可以這樣鎖嗎 旁邊也還有 哇馬利歐的高爾夫 這真的超有歷史的 四塊 四十塊的話呢 差不多台幣 八百 八百多塊錢 這很有歷史的遊戲 哇塞 對 然後再來這邊 還有一些 應該是超人的吧 對 超人沒錯 超人 超人 這個應該是紅白機的鍵盤吧 這個真的 收藏得好棒喔 後面呢 也有 紅白機的相關的 這也是主機嗎 它也是FZ 長的造型 把它也一樣 真的主機超級多種 PS2 這個就比較常見 真的比較常見 還有像這種超人的 N64也是比較常見的 這些都是很常見 這些都是很常見 然後 Gaincube Satan的手把 它自己收藏的東西真的超級多 下面這邊還有N64的手把 這個是什麼 PS2很PS的 光線槍 然後剛才老闆還有特別介紹一下這一台 他說這是JVC幫Sega做的主機 也是一個擁有豐富歷史的主機了 而且現在這邊其實有些是非賣品 因為太過稀有 像對面這裡也有一台 這邊這一台 這台是Hitachi的 它跟Satan是用同一個系統 不過啊 上面這裡有一個 上面那個小小盒的 它是一個液晶螢幕 這一台呢可以玩Satan的遊戲 然後反正也有支援到汽車的GPS系統 算不算早期汽車導航的鼻祖啊 有一些可能收藏比較古老的玩家 也許對這些主機就會很有感觸 因為我自己都看到這些主機喔 它的感觸是 欸可以玩Satan欸 好棒 但是對於它的GPS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功能 它有包含一些歷史源源等等的 就真的了解比較少 不過老闆剛才特別有人講 它這台Hitachi的主機 在這邊應該是非常非常非常稀有的 甚至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像這邊啊也有很特別的 你看到嗎 這個是三星的手把 可是它比Megadrive的手把還要再大上不少 然後它是給Megadrive用的 後面這裡有一片 這一片仔細看喔 它是混頭螺 但是它是三星的 遊戲耶 Megadrive的遊戲 你看 下面這裡 三星的 旁邊的就Konami比較正常一點 但這一片就是韓國的 三星的版本 真的太特別了 下面這裡啊也有 有一隻三星的手把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LOGO 三星的手把 話說我在這邊看到這個耶 謀強同一戰 哇這邊是連外殼都有的 一個非常非常值得紀念的遊戲 這如果大家不知道會不會想要收集耶 旁邊真的好多喔 都是很有歷史的遊戲 英柱小子 但是它是配什麼遊戲啊 好多喔 摩登岩死人 魔王連獅子 這個是不是以前也很有名啊 這邊也有特別的足跡 然後 沙騰 其實沙騰如果出迷你版的 我相信應該也是很多人會買 應該是很多人學生時代的回憶 然後PS2 它這個都還有做封膜 應該是有做檢查之後再把它封起來吧 旁邊還有各式的 這些都稍微新一點的 PS3 PS4 整排的Megadrive主機 上面這裡也是有PS3的遊戲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初音 PS Vita 你看這個感覺有沒有想到 很像豬如影帶電的感覺 不過這些全部都是Megadrive的遊戲 Megadrive 它的價格其實差不多50塊1000耶 其實還是有一點價格的 這個三國之二代 超級古老版本 太合力之鑽 真的看到這些我會覺得說光榮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他堅持做這種歷史類的遊戲啊 做這麼久 你看他現在這個名字還是光榮而已 還沒有特庫模 哇 KOEI 這真的是 小時候 真的特別喜歡的 熱血 高校 足球的組織 哇 哇 超人遊戲 這些現在都開始做 復刻的版本 到新的主機上來了 所以有機會還是可以在一些比較新的平台上玩 不過我覺得這種 老遊戲 有時候用老的卡架來玩 還是會有不同的味道 但是有一些遊戲呢 他是需要存檔 就需要吃電子 所以大家在收一些二手片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一下 轟炸超人 哇塞 好酷喔 啊 真的實在是 以前超人的轟炸超人 我們也有一代好喜歡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是幾代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轟炸超人 真的是非常驚烈的遊戲 他也是歷史悠久 我從GameBoy的時代就開始玩了 旁邊還有二郎傳說 二郎傳說二代 這泰瑞跟現在怎麼長得好像不太一樣 天啊 而且他戴的帽子 尼爾九 下面的安迪跟東藏也長得不太一樣 可以二臂對戰 這個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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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帽子就對了 這邊也有小心 拉比小心 真的好可愛喔 萬代出的 很久以前的遊戲 你看他這個還是日文版本 全部用日文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是滿有挑戰的 但我覺得以前在玩遊戲 真的是會克服這些困難 你會為了遊戲去研究它 然後去找攻略 去翻 去過關 想辦法過關 跟現在玩起來的感覺 就是有些 可能比較新世代的玩家 就會覺得 如果沒中文 就不玩了 但也對啦 因為現在的中文遊戲真的很多 而且各種大作 各種選擇 真的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就會想說 那我有中文再來玩 沒中文就算了 算是滿正常的 機器人的戰是不是 哇喔 這個也是 剛剛他的盒子啊 其實是有一些 歷史的痕跡 不過 在包裝 還有整理上來說的話 因為他用封模 封起來 還是會非常的 有質感 那看像這一片的話 他價格也是要到 39.9 所以差不多 800塊的新台幣左右 要800多塊啦 要800多塊啦 真的有很多 都超級經典的 機動戰士 不要再機動了 機動戰士 等流失的 新資卡比 第64 妹妹現在就超喜歡 新資卡比的 不過說實在 與其說新資卡比 不如說他喜歡 瓦豆如迪 啊不是啊 是喜歡這個 妹塔奇斯 這邊有滴滴滴耶 其實我覺得以前畫的 好像再更可愛一點 更Q版一點 這邊 日本國內專長 好多 N64 N64的遊戲 N64的馬力歐派對 現在大家都玩新了吧 他是有一些 比較經典的 後來有出現 就是再出現在 新的馬力歐派對裡面 哇 要西 真的好棒喔 N64也是一台 以前很有名的 馬力歐派對2 真的是 3 所以在N64上面其實就推出了很多代的馬力歐派對 真的蠻多的 大亂鬥 這個真的好經典喔 這個會不會 會不會有很多人會享受啊 這片 哇 這片是太經典還怎麼樣 這片價格的話要2000多耶 2000多耶 你看他其實每片 這片多少 這片68 算70好了 724 這片也差不多才1400 算貴的 這片居然要到這種價格耶 真的太酷了 2000多塊 直接怒尻其他的 你看他整排 40幾 60幾 這樣子 這還有40的 80幾的 真的就這片 所以我們眼光很好喔 大亂鬥 哇賽 接下來旁邊這一關是 PS2的遊戲 這三國無雙2 當年真的是 我應該是從3開始玩的 所以這個時代比我還要再更早一點 旁邊還有牧場物語 天啊 這真的實在是 哇 出的很久 非常之經典 然後旁邊這裡還有PC Game的遊戲 這個是 魔獸世界吧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 暴雪家的遊戲 不過 魔獸世界我就真的比較少玩一點 再來還有 這些都是PC Game 好多喔 下面有Wii的 Wii Beat Wii Play 三國治 三國治十一代耶 這個也有出在Wii上面 哇賽 下面還有 這是什麼主機 GameQ的 這是GameQ的 這是GameQ 這是GameQ的 旁邊這個是 什麼主機的 也是GameQ的耶 Naruto二代 價格上來說 GameQ的就還好 這邊的話可以買到 26.9 差不多台幣500塊左右可以買到吧 這邊有一些比較貴 牧場物語 這牧場物語是很經典嗎 我自己真的是沒玩過 GameQ的遊戲 我就真的也是很少碰 它這邊的話 差不多將近70 所以要台幣差不多1500左右 不過如果有興趣的 我覺得要收之前要注意到 就是語言的部分 因為新加坡這邊 他們好像主要會以英語為主 而且像以前舊一點的遊戲 它其實有些可能只支援到日文 然後再來就是 地區問題 因為像Switch是沒有熟區 可是以前的遊戲 有一些是會熟區的 等於是你買日版遊戲 沒有辦法在歐美版的主機用 或者沒有辦法在亞版的主機用 這一點如果你沒注意到 你買回去 可能就沒辦法玩 就單純會變一個收藏 這邊還有很多NDS的遊戲 我自己也是收了一些以前玩的 這個在Switch上面現在也有了 真的超經典的 我覺得這種遊戲 就很適合用觸控的螢幕來玩 整個那個feel會非常的好 下面這裡啊 真的遊戲真的超多的 我覺得已經多到 沒辦法好好的去一個一個介紹 因為這可能會把我整個時間燒完 可是經典的遊戲 真的實在是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真的有喜歡的 功夫熊喔 剛去環球很有感 可以好的 真的自己逛一下 剛才老闆也有跟老婆大人聊了不少 那你有什麼收穫想跟大家分享的 他以前是賣現代的遊戲 然後就一直收藏 去日本也一直收藏 一直收藏 收藏到後來他覺得 這個市場也很大 然後價格也翻了好幾倍 媽媽也會說 讀書不好 然後 為什麼玩電動 收藏這些呢 怎麼樣 結果他現在靠這個生活 佔了好幾倍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最近也是 申請了這個 ANA的會員 對不對 ANA有出這個遊戲 他剛才有跟我講說這個也很少見 所以他這個也不賣了 對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個什麼足球的 這是什麼足球的版本喔 對 喔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是 歐收那邊足球的東西 的隊伍對不對 然後剛才ANA的話 是這一台藍色的 旁邊其實還有寶可夢的版本耶 對 寶可夢中心 這裡還有Hello Kitty的 不過他說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是不是都不賣 對 然後再來他剛才跟我講 跟我講一個小秘訣 他說寶可夢 如果你有收到這個遊戲片 對 如果英文版的話 你看到就是收 看到就是收 喔 所以老闆是以商業的角度 在跟我們聊 還是以收藏者的角度 來跟我們聊 都有吧 都有啊 真的是稀少的東西 真的要特別收啦 超級多的 那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縫紋機 他說你有看過嗎 這縫紋機我當然沒看過啊 這是什麼 他說他賣了好幾台 然後這一個就是 GameBoy 對 玩遊戲 玩好之後 你譬如我看到瑪利歐 對 可以把它這邊印出來 真的喔 他可以縫紋出來 可以帶回台灣 對 我剛才問老闆說老闆你可以 這一台也要賣嗎 他說沒有 只剩而已一台 所以他不賣 他上面真的有耶 而且他是Jagra 他上面這裡還有什麼 GameBoy的名字在上面 下面這裡有這一台 GameBoy卡的 對 下面這個真的就以前縫紋機 不過這台縫紋機 我覺得有點像 蘋果早期的這個電腦 因為他蘋果電腦 以前都會用這種顏色 有點像果凍色 然後這樣搭配起來 然後整個機體就是有點圓潤圓潤的 所以不知道他跟蘋果電腦 那個時代是不是有點相衝 看起來才會有點像似的感覺 因為那個時代科技或美學 可能就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剛才你有拍嗎 有我有拍我拍 他說這一個是世界冠軍 有在這邊簽名 有看到嗎 是嗎 他說他有來這邊 本人員來這邊簽名 還有簽名他的手把 真的喔 對 所以他說 也是非賣品 其實這一次的EVO 就是世界的格鬥大賽的比賽 非常知名的比賽 前三名全部由台灣選手包辦 台灣選手真的在這一塊超強 真的超級強的 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嗎 他還有說他曾經有賣過一個遊戲片 是上萬的 喔哇 對然後他賣給一個義大利人 然後他賣了很後悔 因為他說現在又長了四五倍以上 所以也是以商業角度在講 對 但是我覺得真的有供需市場 才會有這樣子可以做的生意 對啊 因為代表有很多玩家 還是真的想要收藏的 而且他價格可以上得去 也代表著 這個東西真的很稀有 真的有價值 對 不然有誰願意花一萬多塊 去買一片遊戲 對不對 Game Year 這個也是以前學校 同學帶來的夢幻藝品 因為他會亮 Game Boy就不會亮 旁邊真的有超級多遊戲 是我自己真的都不太熟悉的 各種遊戲 各種主機 多到一個 真的是 超級誇張的境界 你看這裡下面也是 這是什麼追蹤幻想 因為看到他這個字 其實就很明顯是追蹤幻想的字型 下面這裡真的超多的 如果你們看到有 有特別有感的 我相信應該滿多 我看到這個了 Super Mario Land 這是我的人生第一款 瑪莉歐 不對 任天堂家的遊戲 因為啊 那時候買Game Boy的主機 不對 是我媽買給我的Game Boy主機 第一款就是搭這個 因為那時候其實對瑪莉歐啊 是認識的少許的電玩角色之一 所以 這個 等一下來問問看好了 他旁邊是寫 二 但是那個應該是 日幣吧 來問問看這個多少錢 把它收回家 荒莎草林也算是我早期玩到的Game Boy遊戲 很多經典欸 真的好多經典喔 這個看起來可以收的 好像真的不燒 我會收到破產 PAPEI 裡面有一個PAPEI 旁邊還有PSP 還有一些3DS的 這是3DS的什麼主機 好特別喔 各式各樣的主機 然後VITA 還有SUTTON的遊戲片 不過SUTTON的遊戲片 能夠看到這樣應該是真的比較難一點 早期的台灣年代啊 如果要做這樣子的遊戲市場 好像真的比較難一點 所以都是一些很特別的 台灣專用版本光碟 我這樣講是講得很保守啦 但是大家聽得懂的就 就聽得懂 這些真的在早期 我真的沒有辦法看到 這麼的正版 這麼的帥氣的東西 還有旁邊這裡 PS的 PS2的 下面都是 SBOX 360 PSP的 下道列車手 真的是有很多很經典的遊戲 這種的沙騰遊戲 我可能就有 反而有見過一些的 欸我拿這個應該有些人 認識吧 不要這樣 想當年這種東西 在學生界是會流傳的 大航海時代 哇 好經典喔 二代耶 好經典喔 好經典喔 真的好經典喔 當年的遊戲啊 其實大家都是藉由 摳爾相承的方式喔 去看看哪一款比較好玩 大家就主要都是玩那幾款而已 所以比較不像現在 可以有這麼豐富的資訊 像這個 三國之四代 這個在那個年代我也有玩 我記得沙騰年代 我應該是玩四代 跟五代都有 但是像現在的資訊 就比較發達 所以大家可以發覺一些 比較冷門的 不管是獨立遊戲啦 或者是一些 比較小成本製作的遊戲 都會 可以看得到 玩得到 這邊PS4的 哇 它也是二手的 整個都是 是不是 應該是二手吧 看起來是 加個應該是 PS3的 下面還有WiiU 然後3DS 也有 Angry Bird 噴怒鳥 它居然也出在3DS上 然後我有看到一款 之前有一點爭議的遊戲 這個叫做 主菜媽媽 Cooking Mama 這個其實 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在3DS上 可能玩起來會更有趣一點 因為我之前有聽人家講過 還有 競技的巨人 天啊 好經典 魔獵人士 薩爾達 哇賽 這片薩爾達要94.9 差不多也是要新台幣2000塊左右 價格都會比較高一點 這邊還有寶可夢 X 還有寶可夢 Y 哇賽 這邊也有一些很特別的版本主機 像這個的話是PS Vita 但是是初音的版本 說實在的 這種的 我覺得很好奇 它的價格多少 像這個 PS P 它是 魔物獵人2 這個應該是我在當兵的時候 看別人玩的版本 就是這個 我認識魔物獵人 就是從它開始 下面有一些很特別的 這個手把是什麼主機的手把 後面的話我知道是超人的 真的好多 GBA的殼 GAMEBOY COLOR的殼 還有老舊的GAMEBOY主機的殼 都是殼 還有一些AV端子 一些線材等等的 全部都有 這個是 哇 好大超人的耶 它有點像是一個HUB 就是專門 集中手把 可以讓它接更多個 然後下面有一些 像KITTY 這應該也是殼 這邊的話有 GBA GAMEBOY COLOR的遊戲卡架 其實這個包裝方式就跟 在 那個 日本橫下 它都是這樣子裝起來 非常漂亮 還有塔塔的傳說耶 這個真的都好久以前的遊戲 然後遊戲王 然後這邊的話 還有一些GAMEBOY的 這些應該就是我當年在玩的遊戲啦 這個有 紅版對不對 它是不是就紅版 然後薪資卡比 28.9 所以差不多30塊 326這片要600 其實 好像比當年買的還要再貴一點 因為我記得以前在買 這種價格也是都 100塊錢吧 下面還有 GBA的 好多 真的超多的 這個是什麼 GAME GEAR的嗎 喔 GAME GEAR的 好老鴨 GAME GEAR的遊戲耶 其實GAME GEAR真的是 只有看朋友玩 那SEGA的當然就少不了 音速小子 代表 絕對的代表 其實我覺得SEGA 放棄掉主機這塊市場 也是有點可惜啊 ES的遊戲 這個也是以前 比較少會去買的 模擬動物 好特別喔 我覺得現在來逛 跟以前逛 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旁邊這是什麼配件 也是好特別的配件 它可以裝電子袋裡面 這是什麼東西啊 真的很特別 有人認識它嗎 然後上面還有好多手把 這個是 沙騰的 超冷的 這台就是剛才講的那台 下層的雙升機種 因為它可以玩磁片啊 上面也可以玩卡帶 其實以前呢 有蠻多遊戲 他們的那個 應該說是遊戲廠商 他們都有在做 遊戲主機這一塊 也有發展過自己的平台 不過啊 因為遊戲這個東西喔 我是覺得 在現在來說 是市場萬萬維靡的 而且啊 其實遊戲有時候很吃電波 就算他們做出來可能是 蠻好的發想 但是做出來之後呢 可能市場的銷售 就不如預期的好 所以啊 有些遊戲主機啊 就是以失敗收藏 銷量可能就是 當年比較少一點 沒有辦法支撐他們 繼續研發下去 所以在現在這個年代呢 你反而會覺得 那種主機就是 特別珍貴 而且啊 就真的珍貴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 就特別會想要去收藏它 那其實有很多不同 遊戲題材 去跟主機做一個結合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很不同的收藏 有收藏價值的一些主機 真的是非常不錯 而且啊 其實在這邊可以看到一些 遊戲間的發展興衰 有一些時代呢 你就看到它遊戲特別多 經典也特別多 代表也特別多 但有一些時代 可能就真的會比較少一點 哇 今天逛到這一間 真的是收穫非常多 而且我自己覺得 時間真的是最大的殺手 因為如果時間再多一點的話 我真的願意再多逛它一點 它裡面實在有太多遊戲 或太多主機 是值得好好的來挖寶一下 甚至我看到第一款 我自己玩的Game Boy的遊戲 那種回憶涌上心頭的感覺啊 就是非常有價值啊 好啦 那今天這一間電玩店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這間是在新加坡的 新林Square的四樓 如果有興趣的 也可以自己來逛一下 它就 好像這一整棟建築 就這一間電玩店而已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Bye 好 好 You could gain from the end